男女之间有没有蠢友谊 圈儿姐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之难 因为任何情感都是建立在好感之上嘛 前段时间何炯和赵丽颖在节目中大玩亲嘴引起热议之后 曝光的何炯妻子却不是赵丽颖 另外赵丽颖之外何炯还有两大闺蜜呢 其一是合作了十年的李香 其二是在节目上互相调戏的谢娜 林心如和苏友鹏 好到比好朋友还要好 像好哥们又像好姐妹 林心如和苏友鹏共同从台湾来到内地发展 陈坤和赵薇 陈坤向来对私生活保密 却完全不介意跟赵薇公开制造粉红 直到赵薇怀孕满无可瞒 陈坤这朵大绿叶才功成身退 黄爵和周迅 困顿时他们互相鼓励 辉煌时他们彼此祝贺 北漂的日子里一起打拼 出头的时候一起向前 个性相仿 气质相投 纯粹 真性情 美知己 他们永不会是情侣 却可以做一辈子朋友 霍思燕和李晨 张欣宇和李晨分手时 舆论沸沸扬扬 当时李晨从美国回京 情绪低落 霍思燕挺着大肚子和渡江接近 两人都给了李晨一个拥抱 果真够朋友 李冰冰和人权 有一种感情叫李冰冰人权 李冰冰为电影宣传 以淡出娱乐圈的人权为他站台 李冰冰给人权一个熊抱 台下起哄声 此起彼伏 两人没有任何不自在 黄晓明和赵薇 黄晓明赵薇是大学同学 黄晓明直言 当年第一天就看上了赵薇 虽然表白惨遭赵薇拒绝 但教主依然陪他上厕所 帮他抄笔记 虽然他们没成为恋人 却成为彼此心中最重要的人 大鹏和柳妍 有大鹏的地方就有柳妍 俩人有过绯闻的牵绊 但依然坦然的站在观众面前 用行动告诉大家 世上有个词叫男闺蜜 女知己 蔡康永和小S 这对康熙来了中配合默契的好朋友 因为有蔡康永的智慧 小S的放得开 让他们在两岸三地都人气超高 张学友和梅艳芳 张学友和梅艳芳 对好友在多年的演艺道路上 一直相互扶持 相互照顾 周星驰和张伯芝 张伯芝是周星驰一手捧红的 二人也曾传过绯闻 但事实上 二人是非常纯洁的男女关系 张国荣和梅艳芳 张国荣的温柔和梅艳芳的豪爽 让他们在多年合作中 成了最知己的朋友 胡君和刘嘉玲 可能刘嘉玲魅力太大 和她接触的异性多半都能成为好朋友 因此 刘嘉玲和很多异性朋友都闹出了绯闻 而在刘嘉玲众多绯闻男友中 有妻有女的胡君是最冤枉的 周华健和梁静如 周华健和师妹梁静如 是一种一师一有的关系 梁静如演唱会周华健多次捧场 在周华健演唱会上 也经常看到梁静如的身影 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 圈儿解决的 这个问题非常之难 因为任何情感都是建立在好感之上嘛 前段时间 何炅和赵丽颖在节目中 大玩亲嘴引起热议之后 曝光的何炅妻子却不是赵丽颖 另外赵丽颖之外 何炅还有两大闺蜜呢 其一是合作了十年的李湘 其二是在节目上互相调戏的谢娜 林心如和苏友鹏 好到比好朋友还要好 像好哥们又像好姐妹 林心如和苏友鹏 共同从台湾来到内地发展 陈坤和赵薇 陈坤向来对私生活保密 却完全不介意跟赵薇公开制造粉红 直到赵薇怀孕满无可瞒 陈坤这朵大绿叶才功成身退 黄爵和周迅 困顿时 他们互相鼓励 辉煌时 他们彼此祝贺 北漂的日子里一起打拼 出头的时候一起向前 个性相仿 气质相投 纯粹 真性情 美知己 他们永不会是情侣 却可以做一辈子朋友 霍思燕和李晨 张新宇和李晨分手时 舆论沸沸扬扬 当时李晨从美国回京 情绪低落 霍思燕挺着大肚子和肚江接近 两人都给了李晨一个拥抱 果真够朋友 李冰冰和人权 有一种感情叫李冰冰人权 李冰冰为电影宣传 以淡出娱乐圈的人权为他站台 李冰冰给人权一个熊抱 台下起哄声 此起彼伏 两人没有任何不自在 黄晓明和赵薇 黄晓明赵薇是大学同学 黄晓明直言 当年第一天就看上了赵薇 虽然表白惨遭赵薇拒绝 但教主依然陪他上厕所 帮他抄笔记 虽然他们没成为恋人 却成为彼此心中最重要的人 大鹏和柳妍 有大鹏的地方就有柳妍 俩人有过绯闻的牵绊 但依然坦然的站在观众面前 用行动告诉大家 世上有个词叫男闺蜜 女知己 蔡康永和小S 这对康熙来了中 配合默契的好朋友 因为有蔡康永的智慧 小S的放得开 让他们在两岸三地都人气超高 张学友和梅艳芳 张学友和梅艳芳 对好友在多年的演艺道路上 一直相互扶持 相互照顾 周星驰和张伯芝 张伯芝是周星驰一手捧红的 二人也曾传过绯闻 但事实上 二人是非常纯洁的男女关系 张国荣和梅艳芳 张国荣的温柔和梅艳芳的豪爽 让他们在多年合作中 成了最知己的朋友 胡君和刘嘉玲 可能刘嘉玲魅力太大 和他接触的异性 多半都能成为好朋友 因此刘嘉玲和很多异性朋友 都闹出了绯闻 而在刘嘉玲众多绯闻男友中 有妻有女的胡君是最冤枉的 周华健和梁静如 周华健和师妹梁静如 是一种一师一有的关系 梁静如演唱会周华健多次捧场 在周华健演唱会上 也经常看到梁静如的身影 周华健是一样的 周华健是一样的